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節要說的是一個討論 Facebook 竟然大膽到封殺 澳洲媒體 大家知道 最近澳洲相當威猛 簡直好像變了老大哥 甚至乎令人錯覺 覺得澳洲竟然變了五眼聯盟 之首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現在最硬硬 對中國最強硬的 是澳洲 排在後面的加拿大和英國 也很難分 到底是誰比較強硬 美國已經不知去了哪 而事實上 澳洲總理Morrison 莫里森也因為 全力對抗中國大陸 受到 觸目 令到他的民調 竟然在澳洲創了歷史新高 再一次 印證了一件事 就是 全球的大勢 都認為中國大陸的行為 其實相當之有問題 也看著中國大陸所謂的戰狼外交 四處 張牙舞爪 用強權來欺壓 欺壓的 已經不是 新疆 西藏 香港 已經不只是台灣 而是向全球 包括歐洲的所有文明國家 包括來自澳洲的文明國家 所有全世界好像都彷彿要向他下跪 也是一樣 這件事 即使有親華的政客 想跟 中方 拉攏關係 獲取他的利益 但是 人民是不會容許你這樣做的 因為人民對於他的行為反感 到底澳洲是不是越來越有勁呢 然後要對付 封殺 做出政治強人 所謂鷹派 應該繼續做下去 沒有理由做強者 轉頭又做弱者 所以 其中一個要對付的就是科網巨企 Facebook 因為Facebook竟然敢走去 封殺澳洲的媒體 媒體雖然可能也是大企業 跟普通人比 但是對著科網巨企 也顯得 很渺小 新聞的價值當中的 收入竟然被科網巨企 全拿了六成的收入 所以澳洲政府才強迫Facebook 和Google需要付費給當地的媒體 現在正正開啟了全世界政府對這個 網上資訊反壟斷 的一場世界大戰 好在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黃金二部曲 有能力的朋友 經濟鬆動的朋友 請繼續支持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已經訂閱了Patreon的朋友 和其他朋友 繼續希望 努力一點 支持我們的YouTube 正如這節所說 即使是 澳洲的媒體 大型的媒體 都依然 其實就是要跟Google分享廣告收入 大家都知道YouTube也是Google 旗下 所以 全世界的人 要爭取 發聲的權利 用YouTube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 力量可以 跟他繼續作對 當他要罰你的時候就罰你了 事實上也很難找到另一個平台 能夠用 廣告收益的模式繼續運作 所以對於所有的媒體網台 營運也很重要 而YouTube的平台 事實上YouTube的平台 如果大家 可能聽了網台很多很多年 就會知道 YouTube基本上是改變了 整個 網台的生態 為大家帶來了很多方便 包括以往你就要買很多server 要買LineStream 才能夠做直播 才能夠廣播 YouTube提供了所有這些東西給你 當然了 到最後 科網巨企提供 便利給你的原因 就是要 就是一家獨大 到最後就是 唯一一家 只是一家 地球得一家 變成真正的壟斷者 這場反壟斷大戰已經展開了 澳洲 也出手 美國政府也有份加入 繼續告Google違反反壟斷法 Antitrust Law 與此同時 世界各國都是加盟這件事 包括有歐盟 英國 加拿大和印度的政府 都加入這一場戰爭 現在就變成了這個政府 VS 這個科網巨企 正如之前一直分析美國 的深層政府力量 其實我們早就說了 雖然有所謂的深層政府 但是他們中間的利益 是矛盾的 其實他們是錯綜複雜 的矛盾利益 當他們有共同敵人 當時就是要鬥倒特朗普總統 當他們有共同敵人的時候 他們可以聯成一陣線 當他們沒有共同敵人的時候 實際上他們的利益是矛盾 而美國的政府 也從來 就是 反對壟斷 Facebook在2月中的時候 突然之間夠膽去封鎖 這個澳洲的媒體網頁 竟然使得這個世界看不到 關於澳洲的新聞 甚至乎澳洲人如果是看Facebook 連澳洲的天氣 的資料都找不到 基本上就被Facebook 全面封殺 甚至乎Facebook把澳洲 澳洲 甚至乎就變成了好像中共那樣 變成敏感詞 所有人去search 澳洲的東西就會變成甚麼都找不到 整件事的起因就是因為澳洲的國會 通過了一個法例 新聞媒體議價法 要求 Facebook和Google這些平台登澳洲媒體的新聞的時候 需要支付費用 給這個新聞媒體 其實我早前也跟大家說過這件事 原因是因為澳洲政府發現這些科網巨企 基本上就是任意剝削媒體的利益 這是一個國家 整個澳洲對他不滿 而實際上 澳洲政府如果單靠澳洲政府就沒有辦法 跟他能夠 抗衡 可想而知 我們普通小市民 有甚麼能力可以跟這些科網巨企對抗呢 除非大家聯成一陣線 就好像 香港的抗爭運動 好像現在緬甸的抗爭運動 當大多數人聯成一線才有能力 有機會 可以對抗這些強權 調查後發現原來Google和Facebook兩家公司就拿了整個澳洲 新聞媒體的廣告收入的全部 總數的六成 換句話說 澳洲就發現原來他的新聞媒體 全部免費 幫Google 跟Facebook打工 這次真的是陸國論 普身夠火 一方面就是 不斷給錢去賺 另一方面就是 不斷助大了壟斷的力量 澳洲政府知道單靠澳洲 澳洲也不是一個小的國家 但是要靠他對付 這些巨伎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能夠做的事也是在國際之間 找盟友 包括找加拿大 找杜魯多 找法國 馬克宏 或者馬克龍 以及要找印度 還有英國 的 Johnson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剛才所說的那些國家 也開始用反壟斷的方法 對付 Facebook 和Google 接下來Facebook是不是還可以 繼續霸權呢 應該就是不太樂觀了 我們一起期望 由澳洲帶領 澳洲不知何時開始變成反華急先鋒 五眼聯盟變成了五眼聯盟之首 現在 大大力對付Facebook 希望他 快一點 親手掐死朱克伯格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